离开姥姥姥爷有十多天了 这个没有金子的年 不用说大家也知道 姥爷比任何人都难过 但他却比任何人都坚强 因为他是家里的顶梁柱 上有老下有小 他故意表现得很乐观 白过年了都高高兴兴 我这岁数都六十多岁了 什么没经历过 你们呢就回家陪陪金子王子 陪陪金子王王子 让他们俩高高兴兴 我没事 我自己慢慢能调节 他调节自己的方法 其实就是不让自己闲着 一遍一遍的擦地 一直看电视 一天出去五六次 大年三十二那天 他还是照常给银子王子包了红包 原以为今年只包两份 但没想到 大年初一是奶奶的生日 奶奶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爸表现得很开心 这也是半个月以来 我第一次看见他笑 回到家后 从不熬夜的爸爸 却经常夜里一个人在沙发上坐着 爸 还没睡呢 不熬夜的 不熬夜就是瞎躲闹 大光年呢 所有人家都快快乐乐的 嗯 我没劲呢 我没劲呢 你。。。 只剩下ей啦 别笑 第四个人家都快乐的 夜的 不熬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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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会 不熬夜的 不熬夜的